透过分析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之后 断定这病毒并非是人为制造 源头可能是出自于自然界 还有很多专家发现 很多无症状的患者在染病之后 竟然味觉跟嗅觉通通丧失 恐怖的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快速传播 病毒源头出自何方 还引发美国与大陆的口水战 不过最近一天发表在自然医学期刊的论文 却有不同的论点 新冠病毒是世上已知第七种 会影响人类的冠状病毒 科学家从病毒株的基因序发现 并非是实验室产物或是人为操纵的病毒 这群专家认为病毒可抵抗 可能是来自自然界 专家提出两种假说 一个是新冠病毒在动物宿主身上演化后 再传染给人类 另一种是动物身上有一种非致病性病毒 感染人类后演变成今天的新冠病毒 目前多数确诊病患都有咳嗽 发烧等症状 但英国耳鼻喉科医学会却发现 许多年纪较轻的无症状患者 都出现失去嗅觉及味觉的病状 这恐怕是病毒侵害鼻腔及喉咙导致 因此这些无症状患者也需要自我隔离 而众所关注的疫苗 美国已经有45名健康受试者 接受第一阶段人体实验 但是专家也坦言要确定疫苗安全有效 即使用光速研发超捷径 跳过动物实验 最快也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才会有好消息 记者组合报道 希腊西北部在当地时间凌晨 发生规模5.6的地震 造成当地老旧防射倒塌 家货店的商品散落一地 民宅也是一团乱 索性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斯里兰卡中部城市的监狱发生暴动 许多囚犯因为担心新冠肺炎 在狱中扩散 结果放火闹事 混乱当中 预警开枪射伤的企图越狱的囚犯 至少造成两死三伤 五角大洽宣布 美国乌海军 已经从夏威夷成功试射一枚 无弹头的高超音速飞弹的原型弹 在测试当中 武器已超过5倍音速飞行 美方期盼能搭载核弹头 目标3米内服役